2022年的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利发电厂的设计比赛 日前在花莲举行决赛场 来自全台湾各校精英把智慧与创新带到了花莲 他们设计的水利发电设施让人感到惊艳 今天就透过镜头带您来看看年轻人的创意发想 为启发年轻鞋子对环境教育、科技教育及能源教育议题重视关注 台湾环境保护联盟连续六年举办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利发电设计比赛 经过台北高雄两场出赛之后 2022年决赛场日前在花莲、木瓜西、初英、维水利环教场地登场 各组团队展现了惊人的设计成果 就是类似阿基米的螺旋抽水机的那个原理的 类似 那它的功能可以干嘛 功能 一样就是用水流这样冲过来 然后就带动这叶片然后去带动发电机然后发电这样 是要发电 对对对 水的力量很大嘛 那将水分成三等份之后可以减少每一个设备受水冲击的力量 那将水分成三等份就等于是我们骑鞋子的脚车 每个人互相分担爬山的力量 或骑脚车的力量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力量分散之后呢 我们把力量分散的力量再集中到后轮来 骑脚踏车的后轮对不对 这个就是后轮 那它可以单独旋转 所以是要发电吗还是要 要发电透过这个马达发电 你东西很容易买到很容易组装是比较好 而且它看得懂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种轮骨式的 还有这个RO这种这是饮水机的马达随便都买得到 然后这个轮骨也是脚踏车垫可以买得到的 那而且还可以拆回去用 而且这个也要拆回去放 只是说我们就借用而已 那所以只要是日常生活东西我们拿来用 然后组成我们的发电系统 那所以它要买也很简单 维修也很简单 而且它会按照它的农田水准去调 譬如说它水准水很小 那就一个轮子就好了 那还不错两个 或是再好一点三个四个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按照它的需求调 而且造价便宜 而且加上它方便取得 我认为实用性比较好 经过评审严谨的评分 还有实际的水流测试 各组前三名还有三组家座出炉 主办单位颁发了奖金和奖杯 也希望透过竞赛激发年轻学子创意 更能够推广绿冷环保概念 而历届来的优胜作品也都受到企业肯定 并且已经量产制造 投入民间小水力发电的任务当中 介络会 吉安香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